尽管有報導說 兩名犯下查理週刊攻擊案的科瓦奇兄弟 在犯案現場高喊來自燕門的阿凱達組織 但究竟是兩人自己規劃犯案 還是阿凱達組織策劃的行動 目前還有待釐清 現在有消息指阿拉伯半島阿凱達組織 公布網路影片 宣稱犯下巴黎查理週刊攻擊案 並稱這是遵遭阿凱達全球領袖命令刑事 查理週刊一開賣就銷售一空 上星期三巴黎查理週刊遭兩名暴徒闖入 包括兩位警察在內12人罹難 相關單位證實有恐怖組織 宣傳犯下這起案件 現在阿拉伯半島阿凱達組織宣稱 他們其實已經策劃很長一段時間 值得注意的是這段聲稱是阿凱達組織發言人講話的影片 沒有對闖入巴黎猶太超市 攜持人質的事件有所琢磨 涉及這起事件的嫌犯庫里巴黎宣稱效忠伊斯蘭國 這起攜持人質的案件造成四名人質死亡 來了 換作詞